这是一桌来自一千年前的马汉全席 在看到这座将我们所有认知都颠覆的古墓之后 在场的考古专家全都被吓得头皮发麻 一罐保存千年的葡萄陈娘 一桌子的山珍海味 却出现在一座墓穴当中 如此诡异的现象连专家都无法解释 更让考古专家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墓主人的墓棍周围竟然写满了超度恶鬼的佛经 其下葬方式也是诡异万分 这座墓葬到底是什么来历 墓主人又是何身份 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长生不老吗 大家好 我是蓝月书 就让我为您揭开千年九席背后的秘密 1989年的春天 河北省张家口市喧化区正巴里村的两位村民 在为自家农田灌溉时 却发生了一件十分怪异的事情 就在用水渠灌溉农田的时候 他们发现已经被水灌满了农田 竟然出现了两个巨大的漩涡 刚刚蓄满的水急速往下渗去 这一奇异的现象也吸引了两位村民的好奇心 他们立刻拿起工具 开始查看起地下的情况 结果发现 洞穴下面竟然有砖头累气的迹象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 下面是座古墓 为了证实下面是否真的是座古墓 俩人当机就决定 将这个消息上报给当地的文物保护局 很快考古专家就文讯赶来了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 这是砖石墓 两座专题彩绘结构的墓门已经显露出来 看着这有些熟悉的彩绘 考古专家若有所思了起来 原来啊 早在197年 这里就曾出土过一座 被命名为M1的大墓 墓主人是一位名叫张世青的 辽代归化周人 在他的墓中就曾出土了不少精美绝伦的壁画 并且和眼前这座墓门上的壁画极为相似 这是否说明新发现的两座墓中也藏有珍贵的壁画呢 另外这三座墓葬之间如此接近的距离 又是否说明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为此专家特意查询了M1号墓葬的考古记录发现 据记载当时在墓中不仅出土了大量具有辽戴风格的珍贵文物 还曾出土过一张诡异的墓质人偶面具 以及一只墓质人族 他们造型逼真 且大小与真人十分相反 面具五官栩栩如生 眼中甚至还带有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神色 这样精致的造型让考古真家一度怀疑 这张人偶面具是否来自一具腐朽的墓涌 不过无论是大小还是做工 面具和人族都与墓用的差距十分之大 它的作用以及来历让当时的考古专家感到十分的疑惑 但因为张世青墓曾被盗过 这个疑问只能被放在心底 这一次再度发现墓葬让考古专家兴奋无比 因为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 很可能有了解答的希望 在仔细的研究讨论之后 考古人员决定对这两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并为其命名为M2号墓与M3号墓 M2号墓位于张世青墓北外侧 M3号墓位于张世青墓东南47米处 通过对两座墓 M2和M3初步勘验后发现 并没有被盗的痕迹 两座墓葬与张世青墓结构相同 都是专系结构 两座墓葬发掘工作同时进行 经过十余天的努力 M2号墓首先暴露在了考古队员面前 考古人员打开墓室后发现 这座墓葬里的垂葬品数量众多 墓室里摆满了文物甚至没有下角的地方 但仔细一看 M2号墓中缺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墓主人的棺果 却发现了一些 写有汉藩两种文字的墓质残片 上面还有一些奇怪的黑色颗粒 当得知这些颗粒是合物后 竟让考古专家大吃一惊 映入眼帘的不是精美丰富的陪葬品 而是一桌丰盛的宴席 桌上摆满了精美的瓷盘 瓷碗 水壶等 甚至还保留着当年的姿态和色泽 时间仿佛定格在了一千年前的辽带 与此同时 M3号墓葬的发掘也有了突破性进展 发现了一个长95.5厘米 宽63.5厘米 高61厘米的长方形墓箱 墓箱上写着汉藩两种文字 看形质规格 和M2号墓的木头残片属于同一种 那么这个木箱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带着一律 考古人员打开了木箱 竟在里面发现了奇怪的黑色颗粒物质 有经验的专家一看就知道 那是人的骨灰 并且还有燃烧过的痕迹 而木箱则是用来放置骨灰的成具 随着清理的不断进行 考古人员在两座墓室中都发现了 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墓制名 根据墓制名上的文字记载 M3号墓主人叫张世本 M2号墓主人名叫张公佑 通过墓制名考古队员判断 M2和M3号墓的主人和张世青属于同一家族 这一发现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 他们坚信 这里应该有一个大型墓葬群 也就是说附近的墓不止一个 随着继续的发掘 考古人员陆续发现张世家族的其他墓葬 并且其中一座名为M7的墓葬 更是让考古专家震惊不已 随着墓门的出现 他们惊讶地发现 折扇历经千年的墓门上 竟然放着一把钥匙 打开墓门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得贪软在地上 一张桌子赫然立在墓石正中 上面摆满了盛放着食物的器具 在这些餐具上 还摆放着葡萄等水果 以及烹饪好的菜肴 旁边还有两把椅子 仿佛正等着开夜 但是当考古人员将目光抬起的时候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酒桌的旁边竟然站着一个人 仔细看才知道 原来是墙壁上的一幅画 真不知道墓主人是何种心态 并且画像中的人还拿着酒壶 仿佛随时要被自己添酒一般 在桌子对面的墙上 还用蓄红的字体刻着八个大字 墓有重开日 人无再少年 当看到这两行字后 考古人员再看看眼前饭桌上的一切 仿佛主人刚刚离席一般 经过考古队员仔细的辨认 在供桌上除了秋梨 葡萄 枣子 水果 还有板栗和干果 以及各式烹饪好的美味菜肴 这时有个疑问出现在考古人员脑海里 那就是 在古代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之下 保鲜技术也是十分落后 像葡萄 大枣等水果 是如何运输到这里的呢 考古专家判断 墓中出土的葡萄等水果 应该是喧化当地产的 为什么这样一桌丰盛的美食 能够如此完好的保存近千年呢 连盘中极易腐烂的水果 都还基本保持原本的模样 在中国考古的以往发掘中 只发现了一些葡萄籽 而M7号墓中出土的这串 辽带葡萄 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例 除了丰盛的美食 考古队员还在墙角 发现了一只蜜蜂的鸡腿瓶 后来经过鉴定得知 这瓶子中还有千年前葡萄酿造的古酒 这瓶葡萄酒的出现 改变了中国葡萄酒 酿造历史 只限于文献记载 而盛放食物的器具 全都是十分稀少的聊三彩 考古队员继续在墓中寻找着墓主人的信息 同样 M7号墓也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观星 观星底部已经腐朽 四面又墨疏鞋满陀罗尼经咒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打开棺板 棺巷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套鞋帽衣物 还有一套衣着整齐的人形碎片 而套在衣服里的是两具人形草藕 这些草藕如同真人一般 头戴服帽 脚上还穿戴鞋袜 这一发现让所有人都不可思议 毕竟 之前的张氏家族墓中都未出现过人形草藕 当把草藕准备提取出来的时候 观中衣物和草人轻刻化为了灰烬 那么 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张氏家族里的谁 又为何要以如此方式下葬 在棺窗前方供桌下 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块墓志明 通过对墓志明的解读 发现墓主人名叫张文枣 是之前M1号墓主人张世青的秦叔叔 足于辽道宗贤雍十年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 墓师的清理工作也进入到了尾声 1989年底 考古队员对M2号墓的壁画进行了清理工作 一幅幅鲜艳的辽带生活场景 也展现在了众人眼前 在M2号墓中 东南角的一幅背经图 表现出了墓主人生前休息佛里的生活场景 而西南角的背茶图 作为今天研究辽带饮茶习惯 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但是更让考古人员惊讶的是 在这两座墓室的早景中 是以放射的画法绘制的二十八星秀图 和黄道十二宫 二十八星秀是古代中国天文学家 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 而划分的二十八个星区 这些壁画和张世青墓中的如出一辙 这也说明早在四五千年 中国就开始了天文观测 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而黄道十二宫则是如今我们所说的十二星座 古人把星象图汇于墓顶之上 是为了灵魂在另一个世界 仍能看到生前所在的人间 从而碧音后四 而M3号墓中描绘最多的是 辽带人生活的烟火气息 这些壁画对于研究 九百多年前辽带贵族的生活和社会面貌 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在此你有什么看法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